我们从台湾的最难关 开始出发往北上 我们要弯转台湾的历史 改变台湾的未来 柯文哲角逐总统大卫时 强调从南出发 还记得吗 他当时喊话深耕中南部 卖力拉票之余 背后却有地方上不能说的秘密 身为党主席 又是总统参选人的柯文哲 到中南部败票再正常不过 但现在爆出金华城案 回推他之前的种种行程 似乎不太单纯 早在检联发动搜索前 地方人士就知情 柯文哲之所以每到选举 就亲自造访中南部 原因在这里 因为选举需要经费 所以他们都会拜会 在地方上的一些 灰色地在产业界的总裁老板 比如说你嘉义区域性的 也会赌盘大亨 那去代表性人物的 柯文哲都有去拜会 有去拜访 当然拜访的无非就是 寻求一些经济上的赞助 现在不只是大老板名册 随着USB内 以SEL党曝光 灰名册也被揭露 包括嘉义博弈大亨 台中的百亿总裁 和另一名电丸大亨 柯文哲都曾亲自拜会过 政党你没有这些 这些各个财团的帮忙 你政党是没有办法运作的 可能有一些连他们党 党工的薪水都发不出来 那没有钱 身为一个党主席 可能就是要去批财员 要去找一些经济的财员 会挺民众党的 那有些是不愿意见光的 都是以私下台面上资助 资助你 柯主席在选举之前的时候 他有到中南部拜会一些 产业学大佬 想请问港部这边的回应 对此民众党拒绝回应 至于柯文哲的USB名册里头 究竟有没有这些博弈大亨 恐怕如今曝光的只是冰山一角 也难怪简连紧咬不放 东森新闻林权蔡雨山在台北采访报导